大家好,咱们知道饺子肉馅不如剁的肉馅好吃,对吧? 但是剁肉馅特别麻烦,特别麻烦。 今天我教你们啊,用手切肉馅。 手还能切肉馅? 就是,你看看你就知道了。 开第一步啊,先把皮洗干净,去皮。 第二步把这个肉洗干净。 开第三步来了啊,开这手切了啊,太好啊。 来,来个特别摄影师。 这个肉,这个刀和这个肉呈45度角,看啊。 45度角,你看。 切到这个肉的三分之二。 斜切。 对,斜切,不用切透啊。 切到三分之二。 和那个手鱼黄瓜的差不多。 就是这个道理是一样,你看啊。 切到这个三分之二。 别切透连着,这样切。 咱们一共切四遍啊,这第一遍。 如果块大点就是切宽一点,块小了,你就可以切窄一点就行了。 哎,看好第一遍啊。 第二遍还是45度。 换个角度。 对,换个角度。 这第二遍。 切到三分之二。 不用切透啊。 咱们留三分之一。 留三分之一目的是,反过来再切。 哎,看一下。 漂亮吧。 反过来。 哎,再看这45度啊。 这第三遍。 你看,第三遍几乎几乎就成了。 第三遍是。 看第四遍啊。 第四遍。 第四遍切了底了啊。 上试吧。 哈哈哈哈。 你这样切完了以后,如果说现这个块大,咱们可以再剁一下。 如果喜欢吃大块,这一遍就成了。 来,看一下。 看一下。 全是小粒。 如果说咱们再, 快稍微小着,咱们这两遍。 哎,剁两遍。 行吧? 这就完成了。 又学一遍吧? 好嘞。 谢谢。 耶! 哈哈哈。 - laws阳!